健康有理 依依依智行 Hello 我是Charlene 夏天到了 是不是今天這個話題呢 我相信是 不管是男女老幼大大小小 每個人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我要減肥 減肥是一生勵志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樣的季節都必須要減 可是減肥你減對了嗎 今天我們就有一位專家 還有一位在減肥路上的媽媽 跟我們一起討論減肥的這件大事件 時間為您介紹的是 陳曉芬醫學博士 陳醫師 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接著呢 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在減肥路上的媽媽 子涵 子涵 您好 水莉 您好 Hello 大家好 所以大家都知道 減肥是所有 不管是男人 女人 老人 小人 一生勵志的事情對不對 我們先來問一下陳醫師 陳醫師 到您去看您的診所裡面的人 有多少人會跟你說 陳醫師 我要減肥 其實 我跟你講 80%的病人都跟我說 我要減肥 我說你其實不是很胖 但是呢 每個人都覺得說 他可以減個三磅五磅 更好 更好 所以其實不是說很胖的人才要減肥 而是每一個人幾乎都想減肥 對 其實心裡想的就是想要減肥對不對 對 子涵 您現在就在減肥路上對不對 對 怎麼樣 您覺得三磅五磅好減嗎 根據我最近幾個月的經驗 我覺得減個三磅到五磅 可能需要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的方法應該是還算不是很激烈的 可是其實我在網上真的有看過 非常的人用斷食法 或是一間只吃一個蘋果法 一周就可以吊三到五磅 Oh my God 陳醫師 陳醫師已經猛搖頭了 這種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們要知道怎麼樣正常的飲食 正式的飲食 然後讓它慢慢瘦下來 而不是那種斷食療法 這是對身體各個氣候都不好 所以其實不要在網上倒聽圖說好嗎 一個禮拜瘦三到五磅 那是非常不健康的 陳醫師 要怎麼樣瘦才健康 就是一個禮拜大概要瘦多少 這樣有規定嗎 沒有 就看你自己本身的體重多少 OK 如果說像我們都是一般來說 我們都只有140磅啊 150磅的話 500卡洛里 如果你七天每一天減少500卡洛里 就是少吃一塊巧克力 少吃一個冰淇淋 那一個禮拜就可以減一磅 真的 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一天只要減500卡洛里 一個禮拜就可以減一磅了 沒錯 Oh my God 所以聽醫學博士的話是有用的好嗎 一天少喝一杯你的十塔罷克絲 就有用了可以嗎 我記得紫涵你好像之前有提過 其實你有在計算卡洛里對不對 對 你是怎麼樣計算的 就是在網路上查 就是下了一個APP 上面就可以顯示 就是你吃的東西的 根據它的分量 它的就是卡洛里是多少 所以就是我從那裡面就是挑了一些 我喜歡吃的 然後又健康 又卡洛里很少的東西來吃 好好趕快跟我們透露一下 正好我們這邊有醫學博士 來跟我們講一下你早餐 中餐晚餐大概是吃些什麼 讓我們以以借鏡好不好 好 我現在早餐基本上會吃燕麥 好歐蜜喔 這麼健康 好 可能會加一點點水果 或者是一點點蜂蜜之類的 會調一下味道 不然吃太久了也 就覺得軟媽媽沒味道對不對 對 好早餐吃燕麥 那大概中午呢 中午會吃大部分的時間 會吃西蘭花加雞胸肉 這麼健康 西蘭花加雞胸肉 但是偶爾也要吃一點別的 對 或者吃點牛肉 或者是豬肉 就是不同的肉類來代替 這樣增加你的 protein 蛋白質 對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體重 減得太快 可能要稍微 或者週末的時候 跟家人一起出去的時候 也會吃一點點別的 對 OK 那晚餐呢 晚餐我基本上是不吃了 陳醫師 您覺得呢 早餐吃燕麥 中午吃西蘭花加雞肉 或是代換不同的 protein 然後晚餐我們就盡量不要吃 是這樣子 它的基本上 我們就是一個倒三角 就是早餐 你要多吃吃得好 中午也可以吃 晚上盡量少吃 這原則上是 你可以吃魚肉啊 雞肉啊 不要吃炸的 煎的 也可以清蒸啊 比如說清蒸魚啊 白斬雞啊 這些 比如說你喜歡吃西蘭花 牛肉都可以的 都是很健康的 所以其實照此函 這樣的減肥方式 應該是比較正確 而且不傷身體的 是 所以早上 最好還是吃一個燕麥粥啊 那如果那個燕麥粥 真的美味到 陳醫師 怎麼辦 有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其實燕麥粥 我們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吃鹹的 你可以加一點點干貝啦 或是一些 鹹的小魚乾 小魚乾 就像鹹西飯一樣 但是它是燕麥粥 或是甜的 你可以加一點 Cranberry 或是葡萄乾 或是一點 Nuts 也是很好吃的 所以其實早上呢 可以用堅果 還有燕麥粥來代替 這樣一整天呢 就到中午的時候 都可以讓你的肚子飽飽的 而且如果有堅果 可以讓你頭好壯壯 中午的時候呢 自己就要想吃西蘭花 就可以多做一點西蘭花 或者是想要多一點蛋白質 就用雞肉 牛肉 或是豬肉 代替啦 大家都知道 其實減肥是有正確的路的 對不對 那如果減肥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的一個速度 才算是正確的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陳醫師還有子涵 會繼續跟我們做經驗分享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吃 或是怎麼樣的減肥速度 才算是正確的呢 到底如果一個禮拜減個一磅 這樣子正確 對身體是不是就完全沒有傷害呢 陳醫師我想要先知道 早上我們起床的時候 通常都很趕 要趕時間去上班 不然要打卡遲到 女孩子還要化妝 有燕麥粥沒關係 兩口吃完就趕快上班了 這樣子有助於減肥嗎 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是很急的話 有時候你可以帶個蘋果 或個水梨 那個水果也是很好 這個幫助消化 那燕麥現在也有那種 平常包裝好的 極溶的 那也是很快 或是甚至我們可以用那個 Great yogurt 就是那個低醣的 Yogurt 然後你加一點點 乳酪啊 葡萄乾啊 這些也是非常好的 有益生菌 又有奶汁 不會有骨質輸縮 OK 而且它的 protein也非常高對不對 那陳醫師吃飯的速度 因為有的人像我們說實話 真的大家壓力都很大 如果你要我坐在那邊一個小時 再吃一個早餐 我覺得那是 impossible好嗎 我可能一分鐘就把我早餐解決了 吃得快跟吃得慢 對減肥有任何的關係嗎 有 有關係的 因為你必須要細嚼慢咽 讓你的大腦感覺到 我有在吃東西要飽了 要不然吃得太快 腦筋還覺得說沒有飽 那其實肚子已經很脏了 所以要慢慢的吃 OK 就像法國人一樣 就是你要享受那個吃東西 要優雅 要浪漫 要優雅 浪漫的吃東西 告訴你自己 其實你已經吃飽了 這樣吃的份量才會慢慢的減少 子涵 愛不愛吃Buffet 不愛 問到一個不愛吃Buffet 所以你去吃Buffet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吃太多 我減肥以前會去吃 特別是去Vegas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去吃Buffet 對啊 一定要去的 還有甜點都很喜歡 但是自從減肥之後就不吃了 為什麼 可以說 因為就是種類越多 你當然就是吃的越多 你每一種吃一點點 你就會吃很多了 而且我現在減肥之後 我全部都要看它的卡路里是多少 如果卡路里很多的東西 我就不吃了 真的 所以你是為了達到目的 而每一件事情都是循規蹈矩的 跟著你想要的目的而去前景的 對 對 因為我之前的時候 其實減肥這件事情 我其實已經進行了好多年了 但是一直 因為生完孩子之後 確實胖了很多 一直減不下來 也用過各種方法 就像什麼不吃飯 或者是 就是只吃菜 不吃別的 那些都不行 都是可能你吃幾天 然後自己就會 處於一種眩暈的狀態 可能就都不健康的方式 對 然後 終於到現在找到了一個可能適合自己的 然後 對 又健康 然後自己 就是每天還可以 記錄自己的卡路里情況呀 體重的情況 然後 就知道自己真的有瘦下來 對 你的身體是最有效的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都不吃Buffet了 可是陳醫師 我們愛Buffet 愛得要命好嗎 就像大部分的人一樣 想要去到Buffet 就每一項都一定要吃一點啊 但是就是說 盡量如果你朋友出去的時候 你就要建議說 我們不要去吃Buffet 因為這是包肥嘛 對不對 因為不健康 因為你花了那麼多錢 好像吃少了 就說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荷包 但是實際上 吃太多的話 真的是對腸胃很不消化 很不好 不單是增加體重 而且對消化器官 是非常大的壓力 OK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去吃一個Buffet 因為我們每次吃Buffet 都是拿好幾盤 每一盤上面都好多嘛 這樣我們到底是吃了多少卡 那個都不能計算 不能計算 因為你想看 你那個肉 你又吃個牛排 又吃個龍蝦 還要吃一個蛋糕 對 再配碗濃湯 配碗的濃湯 所以基本上 一般來說 起碼是七八千卡 一餐的Buffet 就已經七八千卡 那是我們一個人一天所需要的三倍之多吧 三四倍 三到四倍 所以這樣你剛剛說的非常有道理 所謂的Buffet 就是包肥 所以千萬不要再吃Buffet了好嗎 親愛的愛減肥的朋友們 當然子函也提到了 其實他減肥的時候 之前有試過好多好多的方法 就是他的斷食法 其實這些都是沒有用 反而會造成眩暈 不過他現在呢 每一樣食物他都快計算他的卡路里 來確實達到減肥的目的 陳醫師您覺得這麼做是正確的嗎 是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吃飯其實也有個次序的 因為大部分的美國餐的話 我們都是先喝湯 喝清湯不要喝濃湯 然後再吃沙拉 再吃煮菜 然後盡量是不要吃那個馬鈴薯啊 飯啊這些 那你真的吃的話 你吃很多的時候 到最後你吃也是吃一兩口飯 所以這樣整個加起來才是比較健康的 減肥飲食 所以健康的減肥飲食 剛才陳醫師的話 你有注意聽嗎 要記得喝清湯 要吃你的生菜沙拉 吃主食 而且carb呢要盡量減少 如果真的想吃的話 一口兩口就好囉 子函你剛剛也有提到 好像當媽媽比較辛苦對不對 對 來你是不是有問題要問陳醫師 趕快給你一個機會 因為我確實就是用過很多種方法嘛 我就是想問一下陳醫師 其實就是像我現在減肥這個樣子 我可能會遇到瓶頸 但我遇到瓶頸的時候 我可能會去找其他的方法 就像現在市面上 也有很多的像fat burner之類的這種的 減肥藥丸 對藥丸 保健品類或藥丸類的這種 有沒有什麼 基本上這些減肥藥丸的話 都是比較不健康的 OK 那如果你自己的 吃飯的飲食的時候不好 或是很多斷食的話 我們是建議要吃維他命 綜合維他命 就是說你像那個 懷孕期間吃的維他命 是最好的醫生處方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懷孕之後 所積壓的都是肥胖 都是在腹部跟大腿 對 所以基本上你減肥的話 不單是要少吃 要多運動 要少油少鹽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其實減肥不是只有其中一個方法而已 減肥呢 真的是要多管齊下全方面的減好嗎 吃的要注意 少油少鹽 不要吃太多的car 運動也要注意 因為脂肪通通囤積在你的身上 當然作息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多管齊下才可以真正達到減肥的目的 難道減肥就真的沒有捷徑嗎 如果我今天真的試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可是還是減不下來 那怎麼辦呢 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陳醫師還有子函會繼續告訴我們 所以減肥真的是要多管齊下才真的可以減到肥喔 不一定是你要吃的只是注意而已 吃的注意 運動很注意 生活作息也很重要 熬夜熬到三點你覺得還有辦法減肥嗎 陳醫師 我們作息一定要正常 三餐的時間要同樣的時間 不要今天吃得很早吃得很晚 這是要定時定量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怎麼樣才算是一個正常的作息呢 比如說你早上你不要睡到三更 就是12點才起來 你應該大概七八點就應該起來 就刷牙漱口 要口腔很乾淨 然後吃個早餐 然後吃點水果 然後去上班 那中午大概12點到12點半 就應該要吃午餐 吃午餐可以吃魚肉雞肉 就是水煮的 不要吃那麼煎炸的 然後也可以吃水果 那晚上的話就盡量不要太晚吃 比如說你不要熬到10點11點 像香港人都很喜歡吃很晚的 然後又喝下午茶 所以你等於下午大概六七點 你就要把晚餐給吃了 吃完 然後大概幾點就請呢 基本上我們希望就是說 年輕一點的話 小朋友的話大概就9點鐘 那我們一般的成人的話 最好10點到11點之前就要 最好趕快睡覺 這才是正常的作息方式 再加上你的運動也是很重要的 子涵 會不會覺得做女生真的很辛苦 因為減肥很難對不對 對 對 確實 確實需要很 需要堅持我覺得 這是最重要的 就像運動啊 像吃東西 你不能去看到想吃的 就要吃 自制力要非常堅強 像冰淇淋啊 很多的甜點都不能吃 只能看一看就好了 那陳醫師 所以減肥之路是不是真的這麼艱辛啊 可是女孩子一輩子都在減肥啊 難道我一輩子都不能碰巧克力啊 冰淇淋啊 我的石塔巴克斯啊 這些都不能碰嗎 那我一輩子有什麼意義啊 不是 我是覺得大家適量的 比如說你冰淇淋 你可以找好幾個朋友 大家一起吃一顆冰淇淋 每個人吃一點點 像你order那個甜點的時候 你比如說四個人的話 你就叫一份 大家吃一點 大家分那卡路里就少 你還是吃了一點 巧克力 一大塊巧克力 大家每個人分一點點吃 所以你可以適量吃一點點 ok 所以不要太壓抑自己 如果真的想吃的時候 吃一點點其實是ok的 用分享法 sharing is caring 對不對 用分享法 大家一起分擔你的卡路里 你就不會這麼肥啦 right 那子涵 男生跟女生是不是也有點不一樣 對 我覺得是 男生更容易 男生更容易減肥對不對 對 而且份量大跟份量小 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 你分量小一點 好像是減肥更難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就是你基數越大越好減 稍微控制一下就下去了 對不對 對 那這個道理是不是有的 陳醫師 男生比女生好減 基數大比基數小好減 絕對是的 因為他們兩百多磅對不對 要他減個二三十磅太容易了 但是如果你一百三十磅 你怎麼減二十磅呢 所以比例上的話 這個二十磅對一百三十磅的人 跟對兩百多磅的人 比例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其實基數大的比較好減 那為什麼男生又比女生好減呢 搞不懂 因為男生他立下心志 他要減肥的時候 他又運動又少吃的話 他很快就變成帥哥了 可是我們也運動啊 我們也少吃啊 而且我們還非常克制 冰淇淋不能吃 巧克力不能吃 花生一大坨不能吃 我們也很克制 為什麼難道就是因為 女孩子的新陳代謝比較慢嗎 對 有時候我們新陳代謝 在不同的年紀 男女都不一樣的 比如說女生你年輕的時候 新陳代謝比較快 你更年齊之後比較慢 那就更難減肥 那男生的話 新陳代謝比較快 所以越年輕的男生 都越容易減肥 比如說他是20歲30歲 那很容易減肥 那去到五六十歲的男生 也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減肥 OK 所以其實是年紀越輕的 減肥效果應該會越明顯 根據你的年紀增長呢 你的減肥頻率 可能就要越來越密集 而且效果並不會達到 像之前的這麼好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生活飲食 節制 不要亂吃 要多運動 這是每一天每個時刻 在做的功課 而不是說我胖了 我才又在減肥 而是你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這才是對身體最好的 不要忽胖忽瘦忽 對身體所有器官都不好 哦 剛才陳醫師其實你有提到 好像女孩子到更年期之後 反而是幾乎是減不下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更年期之後 那個女性荷爾蒙減少的時候 我們新陳代謝率比較慢 比較難的時候 你吃同樣的東西 她就是沒辦法去消耗這些卡羅里 所以你要增加更多的運動 所以我就鼓勵更年期以後的婦女 不但是要少吃東西 還要多運動 才能夠維持苗條的身材 那陳醫師我最後一個問題請教您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運動的時候 都想要Burn Calorie 我們想要Burn很多很多的卡羅里 所以你要Burn Calorie 不外乎就是你要跑步啊 你要做劇烈的Cardio Vascular這些的運動 可是更年期的婦女 她可能年紀到了某一個程度 她還有辦法做這麼劇烈的Cardio Vascular這些 像跑步啊 Step啊 或者是Cycling這樣的運動嗎 我覺得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跑步就不適合了 因為你膝蓋已經不 所以你要持續的走路 比如說你設定自己要一天一萬步 然後就是跟朋友一起走路聊天 不是坐在那邊聊天 大家就一起來吃完飯 就是大家來散步運動 或是帶著你的小朋友 大家去運動 所以再結合家庭朋友 有大家一起聚合 又大家可以一起減肥 OK 所以其實朋友真的是有好處的 有小孩子也是有好處的 因為他們不但可以幫你分擔卡羅里 也可以幫你分憂解牢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一起去走路的時候 或是一起去罵老公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一起要走路 或是一起想要去運動的時候 都可以有人陪著你 一起想要吃冰淇淋的時候 也可以有陪著你 千萬不要忘記囉 減肥是有方法的 一定要循序漸進 吃得對 運動得到 才是正確的減肥方法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好Easy 健康有理 Easy執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